Hello大家好,我是Lotti,这里是闲逛迪拜的第一期 之前我在韩国做过闲逛首尔系列的这些视频 所以我很喜欢这种漫步城市的感觉 现在的我生活在爱联酋 所以我要继续把这个闲逛主题一直创作下去 人生处处充满了变动和惊喜 希望我的记录可以为自己留下非常好的回忆 很多人对迪拜的刻板印象 就是豪车、石油、黄金、富的流油的阿拉伯王室 以及捡垃圾就可以实现的财富自由 很多人也觉得迪拜收入不菲 遍地都是黄金 那今天我就想给大家讲述一下 实践我来到迪拜才知道的事情 首先来到阿联酋让我感受的第一点就是热 是去年9月份来到的这里 哇 一出机场我整个人都呆掉了 因为我从来从来没有去到过这么热的地方 现在是8月份嘛 8月份的话外面的温度它显示是39度哦 但是你看一下体感温度可以达到了40 48度49度 像一个蒸笼一样 迪拜这里是一个外国人超级多的国家 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在这个国家90%都是外国人哦 只有10%是local 是本地人 所以这里就像一个小型的世界村 来自全球各地 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在这里聚集 主要的一个主力那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 还有孟加拉 很多人都是在这里工作生活的 其次就是其他的一些阿拉伯的人 还有像菲律宾人中国人 像日韩那边的人也有欧美的人都会在这里聚集 因为这里会集了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的人 所以这里的英语是非常非常普及的 之前没来的时候我就在想 这边算是中东阿拉伯地区 不会阿语会不会是在生活中会是一个难题呢 结果来了这边才发现 英语才是生活在这里必备的语言 名字? Loti R-O-T-T-Y R-O-T-T-Y T-T-T-Y T-T-T-Y R-O-T-Y OK 迪拜这里的水质还是比较差的 因为这里算是山漠地区吧 家庭用的这种自来水 其实都是海水氮化出来的 本来他们这边就缺水 年降雨真的过来这一年 一年中下雨吧 也就不超过四天 不超过三天 对不超过三天 真的我现在是非常非常渴望那种阴天 还有下雨天 还有很冷的天气那种 所以在迪拜这边水管里的水是不可以喝的 你必须要到超市去买那种瓶装水或者是让别人去给你送的那种大桶的饮用水 你才能解决喝水或者是吃饭的这个问题 除了水质这个问题 所以拥有一家照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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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那这里为什么说步行步友好呢 你比如说你在地图上你觉得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开车十分钟的距离走路呢 你会发现下次变成了三十分钟 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看着很近 其实它相隔很远 你必须开车才能实现自由 有朋友拿到中国的驾照 在这里呢 直接可以扮演手续就可以换到阿联酋的驾照 我觉得还是非常方便的 可惜没有驾照 还有一点就是阿拉伯人 光是阿拉伯人吧 在这里生活的人 虽然都是非常非常适甜的 品尝一些阿拉伯甜点 我也不知道哪里的甜点 但是我觉得应该土耳其也有吧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像这样的甜点 很甜很甜 而且他们不是这边非常爱吃椰藻吗 这一颗甜到心里发慌 横度真的是知死了 除了这些呢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景象 就是一个咖啡厅啊 白袍会做成一团 然后黑袍会做成一团 白袍是这边local男性的一个象征 黑袍呢是这边local女性的一个象征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边男生 好像只有跟男生一起了 然后女生跟女生一起了 和那种男女混搭的组合 有十分大的差异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是挺有意思的 除非是怎么回事 男生女生在一起那种是组建了家庭 然后一个黑袍一个白袍 一大堆孩子出来觅食呀 喝咖啡呀这种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因为伊斯兰教啊这种 宗教的文化有关系 他们不允许男人和女人太过于亲密嘛 去一些咖啡厅你就会看到 黑色的一群和白色的一群 两个互不影响 还有一点就是 是来之前我没有思考过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里 我觉得对女性还是非常尊重的 你会发现这里 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可以女性优先的 一些地方排队 会让女性先去完成一些事情 所以我不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女性专用的车 出租车 各种各样 反正就是这边对女性还是比较尊重 平时那些主流媒体的一些宣传 我对这个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其实是有蛮大的这种刻板印象 所以在我看来 好像是不是这种穆斯林文化 或者说是这个中东这边会对女性十分的不尊重 其实并没有 他们有点 就是我之前看到一个帖子 就是讲这个中东 像沙特或者说是 阿联酋其实还比较开放 沙特是比较保守的那一派 他们对女性的尊重 其实有点那种宠物式的尊重 是尊重 但是有点就是把你物质化的尊重 并不是像那种人人平等的那种尊重 最后一点呢 也是我来到迪拜之后 我才感受到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是一个阶级感非常重的国家 刚才也说了 因为刚才我也说了 区分local与非local的一个区别 就是穿着黑白袍的基本都是local 那其他民族服饰的一般都是外来的人嘛 所以这个他们穿的衣服 其实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我也听一些朋友讲过嘛 在阿联酋的这些local 他们其实享受着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福利 比如说男性18岁之后 人家政府就会直接给一套别墅 然后你生一个孩子 你好像那个别墅还可以升级 然后是他们平时的水电费 水电公司都会给他们打一辙 与阿联酋的这种当地人来说 他们一般都会在政府部门工作 他们享受的待遇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在阿联酋生活的这一年吧 我除了看到这些家境非常优渥的local之外 我还看到了和他们截然不同的一些人 那就是这样炎热的天气下 还要外出劳作的一些劳工 来自第三世界的一些劳工 比如说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 印加拉人 甚至有些被黑中介骗来打工的中国人 就是有一次我还去问过这些劳工大哥们的这个工资 有的人工作12个小时 一天哦 一天工作12个小时 一个月的工资 一千地两米 差不多两千人民币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coco他们拿着三四万 甚至更高的每个月的薪资 他们什么也不做 就在政府部门 每天喝着那个卡拉克 他们光鲜的外表下面 就无数的来自其他国家的这些劳工 没日没夜的工作 忍受着外面无湿度的高温 这一点呢 我来了这里感受还是蛮明显的 有一次我记得我还遇见过一个来自孟加拉国 19岁的一个女孩 在一个商场里在打扫卫生 我进那个卫生间的时候 她特别小心翼翼的就对我说 问她多大 她说19岁 我就觉得心里不是很舒适 因为我19岁的时候 我觉得我正在享受我应有的一些权利 比如说读书 比如说我享受一些生活 然后女孩子都喜欢变美 我还去追星 我还去干各种各样 然后再看这样一个女孩 我就觉得 怎么世界有这么多的不公平的事呀 后面 我再去审视迪拜这样一个光鲜亮丽的城市 其实背后承载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呀 很多哈利发塔 还有是帆船酒店 好像每一个都是世界第一 世界最贵这种 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嘛 为了看这个所谓的世界第一 那这个世界第一的背后是什么的 说着说着有点说歪了 其实这也是我这一年来看到的迪拜的不同一面吧 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启发 谢谢 今天的祥逛礼拜第一期就到这里了 拜拜